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中国女排进入八强 却迎来坏消息 真正考验泰冰的时候 我是小李说球 在昨天呢 中国女排3比0战胜比利时 近期八强 咱们又遇到了 可以说是中国女排 近一年或者两年来 最难很最难挠的对手 就是这个意大利 本来因为昨天日本也是3比0 3比0拿下了中道主荷兰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们以第四要打第一的意大利 比赛时间会明天的晚上11点 中国对阵意大利 这个比赛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吧 是一个绝术丰盛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强 这个决赛到四强呢 是一个卡 你能进入四强呢 你就是摸到了 就是进入了这个顶级强队的牌桌 但意大利确实有 埃格努的意大利确实 不好打 我们上一把打意大利 可以说是 损兵者几吧 被人家打暴打 而且也不行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可以说 太平比怕泰国来说 他更怕意大利 当然泰国这次连 连八强都没有进 可见泰国是真的不行了 中国还是这个亚洲的 亚洲 明年我估计100%吧 我觉得明年 朱婷回来 百分之百 可以拿到这个亚洲亚云会的冠军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渴望 是吧 如果这次 我觉得如果这次 彬总能够把意大利拿下的话 哪怕没有进入决赛 是吧 哪怕没有进入领党台 就是一个四行的话 那对于中国 中国中国女排来说 她的执教能力 那就只能用三个字挑爆了 是吧 蔡柳那是才是真正的流行 对吧 蔡柳 蔡柳也是中国排球界的顶级教练 是吧 基神真正的 是吧 历史级别的教练 其实只有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打日本呢 已经是多半证明了一些地点点 小祝格能不能成为真祝格 就差就看明天了 当然了 也需要我们队员呢 同心开枪错组 我觉得不一定冠军 是吧 谁不站在阳阳园里呢 阳光里的才是英雄 谁说只有冠军 才是英雄 我觉得如果他们能 明天能拿下意大利 每一个姑娘们都是英雄 我希望他们也可以说出那句话 你们也可以永远相信中国女排 不管怎么样吧 明天绝对是一场恶战 希望蔡斌也好呀 李盈盈也好呀 袁新月也好 就做好拼的打算 是吧 我建立还是不要狠练 就是放松心态 大家的体能都不好 对吧 这两天呢 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调到最好 把那个身体身体情况调到最好 把尤其共享与这个还是有伤病的 别的还都好 别的都还还还还可以 还没有伤病啊 说到这里吧 八强到四强呢 四强是我们的一个梦 确实是不好打 但我们有希望就可以 我们一知一定会都有希望